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当天300多位台湾退役军人及各界人士在台北齐聚一堂 共同追忆历史 缅怀英烈 呼吁年轻一代勿望历史 为中华民族崛起 加倍努力 此次抗战纪念活动 旨在纪念中国抗战的伟大胜利 以及中国人民和中国军人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做出的巨大贡献 共同缅怀为了世界和平 人民幸福 流血牺牲的英烈 呼吁人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环境 守护世界的安宁 海峡的安宁 台湾退伍军人协会理事长吴奇良表示 抗战史是中国人心中 永远挥之不去的共同记忆 抗战是我们中华民族 非常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战争 日本军阀侵略中国 长达一二十年 只有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坚强意志 八年抗战把打倒了 让我们后人要知道 我们过去受日本人的欺负 我们最后还是站起来了 希望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过去的痛苦 我们要继续努力 要坚强下去 活动现场还展出了抗日名将孙力仁的五十多幅力轴展板 二百多幅珍贵历史照片 为纪念孙力仁将军为抗战所做出的功绩 台湾各界人士组织成立中华孙力仁研究会 以纪念研究和传播孙力仁将军的爱国情怀 我们就是为了发扬中华民族 抗战精神 还有为国 为民的这种情操